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持有大麻被逮捕 虽然无保请回 但许多代言合作恐怕因此告吹 世纪澳美公关总经理张玉昌提醒 企业需要与争议性合作伙伴切割关系时 应遵循君子绝交 不出恶生的原则 不要再捅对方一刀 因为谴责对方无法抹杀合作的事实 建议企业清楚表明自身理念与价值观 强调必须终止合作关系 并清楚与当事人相关的图档或连结 然而 无法抹灭的数位足迹则只能接受 重要的是表达立场并不否认过去的判断与决定 第三则新闻 在表达感受时 哭泣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宣泄方式 然而 有些人对于在众人面前哭泣感到不好意思 甚至觉得自己软弱 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对于成年人在公众场合哭泣的观念不太接受 然而 情绪是人类的一部分 透过哭泣可以更直接地传达感受给对方 日本愤怒管理协会代表理事安藤俊介提醒 重要的是能够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压抑情绪 同时 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自己哭泣的原因 并厘清过去的经验对于表达感受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 不要对自己哭泣感到内疚 因为这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反应 第四则新闻 劳动不统计 近十年来青年劳动力下滑 成长率未负17.3% 有通资讯总经理苏嘉宏指出 少子化和同业竞争使缺工问题更加严重 有通资讯成立42年 专攻工业电脑与迁入式解决方案 2023年营收预计达161.9亿 年增22% 苏嘉宏表示 尽管今年订单减少 但整体仍然缺人 有通资讯赤字1亿元成立智慧工厂 提高生产效率 智慧工厂导入自动仓储系统 提高资讯正确性与及时性 并降低学习成本 智慧工厂的运营使制造出人力增加28% 产能提升1.8倍 有通资讯也通过讲成制度和福利提升员工满意度和留任率 他们设置职能语级别 并鼓励员工推荐人才 推荐人可获得奖金 有通资讯也增加组织福利 像是提供宽敞的女侧和特休假 感谢您收听 也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AI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您的观看